新庄地震事物所一楼 大家听有涂花奇想瓷器彩绘展 可供洽工民众等待观赏外 在三楼部分镇展出方艳耀春花鸟画作展 三楼的展览主题叫方艳耀春花鸟画作展 它的主要是它采用工笔画跟彩绘色铅笔 两种不同的画作方式来呈现的 创作手法分为两类 一种是工笔画另一个则是彩绘色铅笔画 观赏民众可以一次以王打进 欣赏这难得的笔触画风 尤其工笔画每几年的功力 无法成就一幅画作 是用那种小狼嚎就很细腻的那种笔 然后来一层一层像层层那个彩绘套叠方式的方式上去 所以它的就是学成的时间其实是比较久的 大概都要六七年左右才能呈现出像这样的画作 而且这种纸也不是普通的纸 它是那种圈纸 特殊的一种菜籍的纸 而此次展览只到六月三十号为止 所以想看看这不一样的作品展 就请来到新庄地震事务所三楼的行动艺术馆 相信能带给民众一场丰富的视觉饗宴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